各位公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有AB君和我們一起做好孩子 好孩子當然很簡單 我們要評論國際和香港的事務 今天我們本來打算討論 胡丹丹和我們的俄羅斯老大 在談判 但是我們節目目製的時間 還未有結果 所以我們就遲一下再討論 今天我們要討論其他議題 AB君你們好 大家好 你們好 你好 今天我們要討論什麼議題 首先要討論一個老人之 不知道他的思覺上開始不太調和 出訪的時候經常亂說話 這個老人之就是這樣 但是另外那邊 在我們中央那邊 習大大 應該是習主席 有人叫我們說習主席 不要大大 習主席開始走到疫情 就有很多發言 也有很多值得參考的話 當然了 鄉島那邊 就要討論一討論有關社工 以致大家都很關注 小孩子上學 還有來到遲緩我們的中醫 那幾件事都要提一提 好 這件事是最需要提的 我們也看到 我們那位老人家 老美的老人家 就去到波蘭那裡 說了悲水這種說話 那這種說話 真的令我們看到很驚訝 他們是否想推翻普京樂態 就看到 有很多的媒體 和美國的有關白宮的發言 都說 其實出來澄清 其實我們那位老人家 並不是想這樣做的 大家不要誤會 但是那些理由是非常牽強的 我們這裏請A君和大家說一下 A君 話說這樣 燈神這個老人家 去到波蘭的首都華沙 因為俄羅賓和烏丁丁那邊的問題 發表演說 他就說俄羅賓的行動 其實是在騙殺民主 臨場自己爆肚 好像A君那樣 但是呢 A君爆肚沒什麼所謂 畢竟這個老人家 都是一個總統來的 他就這樣說 這個人 不能夠繼續掌權 普京 嘩 立刻全場的人 呆一呆 怎麼都啊 哎呀不單止這樣 他還在說 哎呀 現在那件事 就好像中央三十幾年前 那件六加四的事件 有個人 就拿著 防弊的東西 在坦克斜面前 十足十多事樣 六加四這樣 頂啊 嘩 嘩 真是頂 嗯 是啊 當然 他這麼有型的說話 想著拿回票 但是他支持到 不知道是不是 他說話太過威猛了 竟然作為一個 正在打架的總統 都可以是會放如下的 根據NBC 即全老美全國廣播公司 二十七號最新的民意調查 登神的整體支持率下降 下降到多少 四十個巴仙啊 哎呀 簡直是同一時間 所有的總統之中 差不多是民望最低的一個了 不單止這樣 連老美裡面 竟然 是有七十一巴仙的民眾 因為 登神 處理這個俄羅B 對待這個烏丁丁事件 在能力上面 是缺乏信心 即是說 七十一巴仙 覺得你 做事 令到我們缺乏信心 甚至乎有八十二巴仙 擔心 一宗俄烏的事件 就會變成 打第三次的白板 連那些冷栗戰都出來了 大家是怎麼看的 嗯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都是等誰說自己 因為這筆衣服有很棒的發表 其實我見到 登神 他講的那些話 我不覺得他是老人痴愛 他只是 他只是說了自己心的那句話 是 對上一次 對上一次 老英那邊 都有人說過類似的說話 好像是 英國的首相府發言人 都是說 我們英國的目標 都是要 要 用這個制裁 去施壓俄羅斯的有錢奧 然後呢 就讓他們推翻到普京 對 有人這樣說過 老英那邊 對 類似的說話 他們老英那邊 立刻 發新聞記者會 就說 其實 這個是一個失言 我們沒有這樣想過 沒有這樣說過 我們 我們沒有這樣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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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記者會說 其實這個都不是 我們 不是美國的意思 來的 不過呢 他說這句說話的時候 就被記者拍到 就發現 他所說的說話 其實呢 是他那些人 叫他 就是 拿著 拿著 貓子去說的 是 就是 給人家說 你一定要跟著這句說話 他還要 還要被人拍到 那張貓子 是 就是 那些人有點像是 撿 撿 撿難貪子的感覺 是 一定是撿難貪子 但是 連布蘭勤 都要在耶路撒冷那裏補獲 那些什麼呢 我們在俄羅賓 或者其他任何地方 都沒有打算推動 任何 推翻人家的政權 一個戰略的 哎呀 難貪到 連布蘭勤都要硬硬去 你說多難貪啊 但是 老美要搞 改變政權這家 就是推翻人家的政府 其實他都做了不少 類似的工作 是 不用說很遠 我只是說這個 烏丁丁 他已經在 2008年的顏色革命 和 2004年的顏色革命 2014年的顏色革命 推翻了兩次 是啊 之後還 是啊 中東那裏又搞一下 敘利亞戰爭 又搞一下利比亞那邊的內戰 他們就是做這些 推翻政權的工作 還有 最近他們死人都不認 的 哈薩克斯坦 老美到現在都說 不關我事 是他們在這裡 加油架 吼吼 這樣 他搞這麼多顏色革命 其實都是 都是要 他未必說真的想推翻政權 他可能說 我只是想搞亂你 不是推翻政權 我預料就不行了 我是為了搞亂你 我就是叫那些傻子 給那些虛假的希望給那些傻子 以為自己是可以推翻政權的 我們才會去賣命的 如果跟他們說 你們去衝吧 你們會失敗的 他們怎麼會去衝啊 當然會說 你去衝吧 之後你就可以領導了這個國家 這個地區 去衝吧 你講鄉島嗎 那便會變得世界更加味道 你講鄉島嗎 喂 我沒有說鄉島 我問而已 沒事的 是繼續繼續 不好意思 拆不了餅 是啦 這樣說才有些人相信 有些傻子去衝 你跟他們說 不行的 你推翻不了他 這個不是我們的意思 那怎麼會有傻子去信 是呀 即使你早就說是不好的 是吧 你計劃了 你是不是準備謀殺了 當然不是 我只是寫劇本而已 是吧 是 阿Sir 到你 其實整段事情是這樣的 那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一個相關的資料 就是我們看到 拜登去到某一個地方 他在那裏說話 那說什麼呢 說的話 就令到我們 每個人都感覺到 你為什麼會這樣說話 你的問題在哪裡 為什麼會這樣表達 你等一下 我的電腦有少少問題 你繼續說吧 好 其實有很多 布蘭坦又要幫他補獲 哎呀搞到 練法蘭西那邊 總統馬卡洞 他都要說 喂 其實呢 我們搞這些 不是打算要火上加油的 其實目前 最大的目標 就是實現停火 以及通過外交的手段 登出 俄羅賓 撤離烏丹丹 哇 搞到 連他的盟友 都要幫他 在那裏降溫 當然是 你無端端搞 我這件事一定要動你的 哇 神經病 這樣干涉他人的內政 老實說 你干涉的那個是誰 俄羅賓 俄羅賓 俄羅賓都說明 如果沒有俄羅賓的話 那世界對我來說有什麼用 所以你搞這些事情 還有有哪個國家 都跟對方說 我現在要命動你的統領 神經病 這些簡直是驚驚主義 阿Sir 為什麼 我電腦就好 其實這個說法 是以德文部夜晚 在波蘭的首都華沙 演講 說了一個說話 看在將帝的群上 這個人 不能繼續掌權 這句不能繼續掌權 當然大家都覺得他想推翻普京 但是 對於白宮來說 布林肯 在27日 馬上在以色列訪問的時候 反回他講的說話 對 對 他說 我想總統的意思是很簡單 不應該賦予普京 發動戰爭 侵略 烏克蘭或任何國家的權力 這個說法 其實 這個說法 真的很奇怪 對不對 完全沒有辦法 很直接地表達 現在 我們看到拜登的 那句說話 真正的意思 另外 美國 他強調 美國的政策 不會改變任何國家的政權 應該由俄國人民來決定 但是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連法國總統 馬克龍 其實都對這件事有回應 他說 不可以動盪的局勢中 發表煽動性的言論 目前最重要的條件 就是停泊 原來透過外交的手段 令到俄羅斯可以全面戰軍 如果要達到這個目的 不能夠在語言及行動上高 就是繼續升級的 這個說法 其實都是借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 喂 你現在是搞定派對 還是想和談 我們當然也知道 隆美是一定想搞定派對 和什麼鬼話談 還可以和談成功 讓我們上下其手 後發地心 但是 不關我的事 我這麼遠 我回答 但是你不要忘記 俄羅斯的所有核彈 都是對著老美的 那老美 哪裏可能更是其中 所以我們 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 亦在28日那天表示 他強調對話談判 是解決烏克蘭問題的 唯一正確途徑 當前各方面 急需要所做的就是 緩和局勢 和談止戰 而不是激化矛盾 在事關 歐洲和世界和平 穩定的重大問題上 國方應該採取負責任的言論 發揮建設的作用 我都說 我們中國一向都要教老美 怎麼做事 你都不想搞了 你真是搞錯了派對 怎麼搞啊 大佬 你到時候被一些無人機 無緣無故地被打破了 你不要賴其他人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情況來的 因為你作為一個國家的元首 你又在亂說話 沒有對稿這樣說 而且你又在那裡煽動 大家如果看電視新聞 都會看到 拜登對著烏克蘭的一群難民 在華沙跟他們聊天 你看到大家的壓搶無聲 第一 你這個老人家 究竟說什麼呢 我們聽不明白 你好像說話 有些語言不詳 你究竟想怎樣 就是他今次不約 整體上是出口的 還有 有一點我個人覺得 就是他現在所做的任何一件事 其實他現在沒有去跟他幕僚 談過應該怎樣說 很多時候都是在那裡爆肚 因為據聞 他自己在廣告上 就沒有這些字眼出現 完全是自己想出來的 因為我們都看到 共和黨其實是想跟俄羅斯去交好的 但是對於民主黨來說 共和黨贊成的事情 我就要反對 所以他是爭奪俄羅斯要死的 所以今次的時候 希望透過這個制裁行動 令到俄羅斯真正可以完結 他想不想推翻普京 我覺得他是講真話 這是我自己的感受 好 交換給你們 這個問題最後 略略說一下 其實這件事很明顯 老美那裡也是想搞過 一個新的冷戰出來 兩邊不同的陣型 圍堵著俄羅斯 最好推賣 我們中央落水 所以他另外 無厘頭 都要整個 你們現在的情況 就好像當年三十幾年前 六加四個事件這樣 無端端的 非常噁心 大哥說了 那件事都叫做 群眾運動 跟這裏跟風馬牛不相及 但是呢 我是要把中央捆綁下來 是不是 九五八八 都要拉下來 就很明顯了 他的計劃 由頭到尾 就是想著 中俄一起去圍堵 搞這個東西冷戰 最好呢 就連伊朗都進去 三個一起 當你是邪牌核心去做事 他很相信自己 圍堵的方法 到最後就會再贏一次新冷戰 甚至乎冷戰期間 捉住歐洲來砌 上次他都說過 中央不斷轉口 小小的一些天然氣 其實都檢查了 四百億落袋 哇 今次 長年捉住歐洲來砌 歐洲做牛做馬 去奉獻給這個大哥 中間 什麼金融危機都沒有了 因為他去吸歐洲血 吸完歐洲血做完大哥 然後 就說 陰光中俄 然後 再統領世界就是他的計劃 當然 要確定自己容易點贏 中俄 一定不可以有強人政治 跟他對撼 最好 就全部變成軟骨頭的 即是怎樣 民選 Please選民 選民說 要福利 派 選民說 最好將所有國企股份化 然後人人有股份 這樣就最公平 還有 向人民負責 最初這些做法都是這樣 什麼做法 就是他的休克療法 搞到俄羅B休克了 最後 所有股份還去到寡頭 那些寡頭 沒錯 俄羅B人 不過為什麼可以全部走去西方 俄羅B人拿了股份 然後在西方 享福 花錢 給回歐洲 和美洲 這樣就可以 透過俄羅斯的寡頭 逃空俄羅斯資源 然後錢 回到英國和美國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 最重要就是 沒有了強人 然後 之後 把老美中 要善理的方法 全部用到足 這樣 到最後 就能夠獲得最大的利益 所以 兜個圈 一定要普丁 下台 就是這樣 還有 如果真的這麼不幸 我們中央 真的這麼傻 奸奸 中了老美的計 聽他說 真的 打自己的朋友 令他能夠更專心地打我們 假設真的這樣做的話 到最後 隨時 習主席 他都一個不高 其實 我這次是想要 推銷習主席下台 哈哈哈哈 夠膽死講 交給大家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其實 都看到另一件資料 的 也看到班子 直播放鬆 我就找到相關資料出來 和大家聊聊 就是的時候 在3月25日 美國總統拜登 對美國軍人說 我們都知道 美國軍人在哪裏 就是在華沙那邊 同台吃飯的 他說 如果你們在那裏 你們會看到 烏克蘭平民 和俄羅斯軍人作戰 這一個 就很大問題了 喂 你現在 擺在那裏 要參戰 是不是 俄羅斯是否可以動手 動你呢 哈哈 這是一個很大問題 我自己覺得 其實的時候 法官也因為這件事急急 就說 拜登不會向華南派兵的南城 是沒有改變的 其實你看到拜登做的任何一件事 令到我們覺得這個老人家 真的做總統應該做不強的 但是何錦麗在台的時候 可能更加嚴重 問他有什麼問題 那時候 他可能瘋狂地大笑 就回答各位了 所以我覺得 就是美國 就是決定玩完的了 但是對於中國來說 我覺得不同的 國運勝龍 現在 我們看到 其實國家做很多事情 都是微雨沉迷的 尤其是今次在戰爭那裏 就是戰爭八爭 好戰爭 其實這時候 對於中國來說 他已經準備好了 包括主力是世界第一 就是天然氣 本來要花很多錢的時候去買 天然氣的 老美就迫他買了很多天然氣 結果轉手 直接運過去歐洲那邊 結果大賺一筆 賺了四百五十多的基金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老美打算去玩中國 但是結果給了中國很大機會 今次的時候 所以整個澳湖戰爭 最大的得益者 就不是老美了 最大的得益者 我已經看到 是完全是中國了 所以想玩什麼的時候 我覺得是玩不過的 不知哪軍認同呢 是的 其實今次 我們中國這邊 其實我們一早就已經 都看到現在經過 整個世界的局勢 將會有一個急劇的轉變 其實應該幾年前的時候 習主席都已經說過 我們現在世界正在面對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這句話是幾年前的時候 已經是說定的了 而且還要是在兩年前的時候 我們已經說了 其實兩三年前 沒有疫情之前 我們都已經提及過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糧食生產 要確保我們的糧食生產 是可以自給自足 是的 今年春天 即是未有烏克蘭事件爆發之前 其實中國的一些政府部門 出了一些文件說 我們今年很著重一個糧產 要確保糧產供應的工作 其實都是看到 我們中國對於糧食的安全 以及自給自足的安全 是非常之重要 即是他們各個世界環境 好像不是太理想 我們還是先搞定自己 沒錯 這個整個眼光是看得非常之遠 你有這麼超前的 即是看一個超前的一個推測預算 是我們國家的支付 也都是我們整個中國人民的福祉 都是非常之好的事 即是你做好準備的時候 那不以不變應萬變 你看到現在烏克蘭事件爆出來之後 老美歐洲那邊是踢了腳 馬上想 我們打烏克蘭 我們馬上要制裁 制裁完財之後 那怎麼辦呢 制裁完財之後 好像糧食不夠 我們的小麥不夠 那怎麼辦呢 沒有天然氣 沒有能源 怎麼辦呢 都是不要玩制裁 但是呢 又受制於政治的環境影響 又好像說不行 我們還是要進入俄羅賓的天然氣 德國那邊就說 最快要到2024年 才可以完全擺起 倒俄羅賓的天然氣 或者俄羅賓的能源 之後法國那邊就說 現在俄羅賓和烏克蘭那邊的糧食不夠 我們怎麼辦呢 不要緊 我們叫埃及 好朋友埃及今年要種多些小麥 叫埃及 為什麼你會發覺會叫埃及去做這些事情呢 而不是你自己的農業的糧食 都自己供不供應不到 是不是 為什麼你會叫埃及 埃及說我自己是一個主權國家 為什麼要聽你說 我自己幾千萬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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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很開心 想著可以賣食物給其他人 但是 如果你這樣去做 買糧食的時候 第一 歐洲自己本身 他是不是有這麼多資金 去買這麼多糧食 也有的 就算你說糧食 也應該有的 但是糧食生產 爆得這麼 就是糧食生產 出糧食價格不停飆升的時候 國內的人民 有沒有這麼多錢 去買收自己的食物 所有需要的食物 這根給了一點 additional information 糧食那裏 未燒到過來 但是 能源價格 已經燒到過來 所以最近 西班牙 已經開始有示威出來了 如果連糧食都出現問題 到時 真的 歐洲大鬥亂都有份 我不知道西班牙 法國都有類似的示威 沒錯 法國都有類似 兩個星期前 都關於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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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美那些人都很不開心 他們那些油價都不斷上升 我最近看到那些 老美的電視新聞節目 還在說 整個新聞說 我們制裁俄羅賓的石油 但是 美國的石油是自急自足的 為什麼我們都要捱貴油呢 這樣問這些問題 當然 作理 說明資本主義社會 老美當然要作人民 資本家說的 這輩子是資本家說的 對不對 他不知道 整件事件 除了大家猜猜皇帝之外 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說能源嗎 什麼 你沒有想過這件事的 你不是真的想著 啊 自由啊 啊 民主啊 這麼 naive嗎 嗯 是啊 他們真的這麼 naive 沒辦法 但是 他們現在 就是 這麼沒有準備的情況之下 搞這麼多事情 可能會 我看下去之後會越搞越和 有些事情 我們以前 讀書也有說 你要做好準備才能考試的 臨時老師 和你那些突擊測驗 你平時沒有溫習的 當然就死了 所以 歐洲那邊 就應該學一下我們中央 甚至乎 是幾百年前的朱元璋的口訣 九字真言 大家記不記得 高竹長 港織糧 緣 緣 緣 即是 要做霸主這些 就遲些說 我們不同人爭的 我們最多 就說 我們擁護聯合國 的做法 所以 我們從來不會稱霸 不會稱王 至於 港織糧 現在真的是港織糧 所以 我們的糧食 是全世界一半的儲糧 在我們中央那裡 甚至乎 足夠 就算今天 一粒米 都沒有生產出來 都可以給我們 全中國的人 食足年紀 真是厲害 至於 高竹長 高竹長 有很多東西 例如在金融方面 自然會有 在我們國家防衛那邊 也會有 另外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近捉的場 是什麼 就是 隔離病毒 Sir 對不對 對 沒錯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隔離病毒 我們看到 習近平主席 又再發言 他說什麼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他說 始終堅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堅持科學正確 動態清靈 盡快結制 疫情擴散 萬年的細頭 統籌好防疫防空 和經濟社會發展 採退更加有效的投資 努力用最少的代價 成為最大的防空 效果 最大的限度 減少疫情 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影響 那為什麼3月29日 要重新再說 因為這一段說話 其實之前已經說過 現在要重新再說 是因為 我們看到 Ormaton這個變種變異株 迅速蔓延到 我們國家的28個散發 3月份以來 本土的感染者 數量累計突破了7萬 中高風險地區 最一度超過600個 所以 我們國家的防疫抗疫工作 面臨嚴峻的挑戰 現在是直面風浪 打破領航 迎難而上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這一點上 我們習近平總書記 其實也將這番說話 重新再提醒大家 這一段說話 其實是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 可以找到 亦都可以在人民網 人民日報上可以看到 這一份資料 正正告訴全中國 當然包括我們香港 以及我們看到 上海那邊 其實也是一樣 因為目前整體的 上海形成 其實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請A君 為大家介紹一下 上海究竟多嚴重 不過在講上海多嚴重之前 我想再補充另一件事 就是 剛才阿sir所說的 不單止3月17日 習主席 在中央那邊 就這樣說過 昨天 應該3月28日 出街3月30日 3月30日 人民日報的鐘聲 出了一個文章 就叫做什麼呢 某些 老美媒體和政客 將再一次失望 這個就真的要說回 為什麼呢 好像你所說 因為3月17日 雖然我們已經說了 人民至上等等 那些 就說要倒閉病毒 但是 由於鄉島出了事 變了有一些 外國的媒體 和一些政棍 就在這裡 中央 當然最流行 那句就說 小 遲早都要與病毒共存了 你搞這些 有什麼用 還有 鄉島塌了 就已經告訴你 你們搞這套 頂不住的 所以 我們中央 為了 要再一次說回 我們 在動態清理 現在絕對不是 與病毒共存的時候 於是 就在人民日報上 很清楚地說 某些老美媒體和政棍 將再一次失望 當然這麼說 頭那兩段 就已經扮演老美那邊 一天 就千二人 掛得很襯 而且老美那邊 再一次爆發 還要把老美那邊 拿鄉島來對 說鄉島是潰敗 其實 就是將 人類面臨的疫情挑戰 工具化和武器化 去達到他們 不可告人的政治目標 都說 真是一如中的 這樣搞到老美真是無地自容 不說那句也說 真是 好了 跟著我們 中央堅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這點就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 要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的健康 保障正常的生產 生活運作 還有 就是 要反觀老美那邊 雖然就叫做好鬼先進 但是 一再面對病毒 就全都 現在過世的人數 就已經是接近100萬 為什麼呢 老美就是在用 他們的不科學 不平等 不擔當 說你們政府沒有擔當 的方法去控制疫情 政府那邊就掛著偏見和發佛虛假信息 進一步 損害了老美的公信力 好了 跟著又要幫我們鄉島兜一兜 那怎麼兜呢 就說 鄉島特區政府都是負負主體的責任 我們中央全力支持 這樣就打響了第一場守護人民生命抗疫的硬張 中央那邊都是說打響了這一場硬張 就不會好像那些人說 我們抗疫的守場成果 人家說打硬張你就說有成果 真是催你不著 好了 跟著呢 就當然一路要數 我們中央做了什麼 例如火眼實驗室 移動檢查車 哎呀 糟了 兩樣東西都沒有用過 然後呢 七天之內 就建了首個方艙醫院 不到一個月就建成了二萬張的病床和六所方艙醫院 是的 雖然鄉島現在的使用都還是很低 好了 跟著呢 就再繼續說老美那邊 叫媒體人拿鄉島的事情 歪曲了動態清靈的意義 就亂說我們鄉島是與病毒共存 鄉島人口密度都 人員流動都 選擇躺平 就只會令到這個病毒大幅的擴散 危害性命 聽不聽到啊 有關人員 好了 為了阻止大流行 我們就學會了及時 去堆壞病情的爆發 好了 就符合我們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以及就叫鄉島子晶研究院 哇 原來中央人民日報都要叫這個 就說 我們經常都說的 六成半日堅持動態清靈 80%的人就認為 減少死亡 減少重症和減少感染是目標 80%的人認為中央支持抗疫 是能夠令到對抗疫增加信心的 也叫一些老英裏面的人的說法 有個拍攝了武漢裏面抗疫的編段 就說了 他就在紀錄片上這樣說 我們親眼看到中央抗疫裡面 就彰顯了國家力量的無比的強大 對中國想做任何事都好 能夠舉一國之力去執行 這些是西方裡面難以想像這麼厲害的 大致說了人民日報忠聲 怎樣去說 老美那邊想借著鄉島 接著在這裡抓我們中央 甚至乎還要繞個圈 叫我們鄉島躺平吧 與病毒共存吧 哎呀真的非常之陰毒 大家怎麼看的 好嗎 李君有什麼看法 我們這次整個疫情 我們是看到 我們的國家的動員能力 是非常之強的 那麼這一種的動員能力 我們在西方國家是 現在是見不到的 但是你想回我們 原來我們七十年前八十年前的 第二次白板戰爭的時候 世界白板 他們那個國家是有這種的動員能力的 就是動員能力去動人 但是現在為什麼它沒有了 其實現在這個是國家的動員能力 是衰落了 衰退得很厲害 就是我覺得 就算你說不要說二次世界大戰那麼長 你只是說越戰都有一定的動員能力 但是之後他們沒有 現在已經是五十年之後 是見不到的了 那麼我會覺得 如果你國家不能夠去 其實國家那個功能 除了說我要收稅 或者搞人民 令人民生活更好的時候 其實另一個很重要的國家的功能 就是當我們有災難的時候 是可以解決到那些災難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老美那些是做不到的 老美那些是會說 我們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全球暖化的問題來的 所以我們是解決不了的 我們要靠國際社會去解決這個全球暖化問題 那麼我們自然就不會有這個水災 我們不會有風災 不會有火災 等等那些災難 就是他們很輕易地說 這個問題不是國家能夠解決到的 那就完了 但是我們 中國傳統以來 我們國家政府的功能 都很強調 這個政府是需要有能力去面對 去解決天災的問題 我們很久的歷史已經說 下雨治水 就是這些洪水來的時候 我們是會打贏那個洪水的 而西方的說法是說 我們做一架方舟出來 其他人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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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就算了 麥經天宅 還有啊 不單止這樣 其實這次老美那邊的制度 也都顯示了一些很大的問題 我們經常都說過 我們是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 但是老美那邊人說 有物資啊 搶旁邊的國家的 嘩 我有物資啊 你不要過來我 我的周到拿 那些我的啊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面對這樣的疫情 都沒有足夠空間的 所以 只有一個地方出事 其他去幫忙 才可以做得到 但是呢 個個都說 這些東西是我的 我拿著才擔心 翌日我出事 哼 結果就是個個 只掛著自己的 就沒有人做到事了 是 怎樣呢 其實呢 我看回整篇文章 真的講得非常之詳盡的 剛才A軍 就演繹得非常之好 我們看到 其實整體來說 我們真的面臨著一個 很嚴峻的挑戰 最重要的呢 大家就是要面對現在這個抗熱的工作 因為疫情中將會過去的 你不可能長期都是這樣做 未來的日子和未來走的路 其實一定要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我們習主席說了一句 就是現在真的要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 引領全人類一起向未來 這個說法呢 其實我希望全世界的國家聽到 某些國家聽不到 不要緊 其實好像老美那樣 它一定不會聽的了 那現在目前呢 我們其實是要令到全世界 在這個防控疫情那方面 和經濟發展那裡 其實是拿到一個平衡的位置 而這個平衡的位置呢 我們是要面對現在這個疫情 很好的做一些正確的事 而不是不斷去抹黑其他的國家 包括我們的國家 其實我們都大家都很清楚 可以做這麼久的節目呢 各位觀眾都看到 我們中國的抗疫能力 是全世界最強的 基本上無人能及 你包括新加坡 一個這麼先進的國家 其實它都沒有辦法去做到這一點 是吧 但是我們中國是真的可以做到的 這次雖然面臨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大家知道 Omicron這一個病毒 真的會產生很多無症狀的感染者 那麼我們中國就不斷去找出 這些無症狀的感染者 以及確診者 是完全分開兩條線的 為什麼呢 讓大家知道 其實現在這個疫情 我們要很小心 再加上現在的 Omicron的變種病毒 又再變種 所以的時候 我們更加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好好地去解決 我們不可以因為這樣 而躺平 而不去對抗病毒 導態清理是我們的國策 現在說得非常清楚 絕對跟上海的指 我們可以做一個參考 因為3月26日早上 復旦大學一位吳帆院長 他就說上海不可以封城 因為上海這個指 不單是上海人物自己的上海 還在全國經濟社會發展中 承載著重要的功能 甚至對全球的經濟都有影響 所以的時候 他說不可以封城 但是大家覺不覺這句話 很熟悉 很熟悉 咦 這麼像鄉島 很熟悉 不知是誰聽過 不知是誰聽過 結果我們國家第二天 第二天 即刻出來宣布說 為了揭制這個疫情的蔓延 我們現在進行一個封控的措施 以黃埔江為界 分區分批實施核酸西柴 為什麼這樣做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沒辦法 整個上海市封出去 不要緊 我們分區去做 分區去做其實都是很科學的一個方式 我們不會令到全國社會停擺 這個可以做到的 現在這個怎樣呢 我覺得 就是打臉 某些人說 香港沒有資源 動員能力不夠 我們應該在疫情什麼時候開始 你鬼知幾時到高峰嗎 你鬼知幾時出現問題嗎 當日我們看到 其實在上海那裡 真是你通報新的確診人數 有50例的確診病例 另外有3,450例的無症狀感染者 你加起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3,500例了 這個時候 嚴面俊立刻動 我不管你這麼多 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到高峰 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疫情完了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們任何時候 一開始做就馬上做 當然你可以說 香港有自己的社會環境 所以就讀不到 但是中央無限量之前 你要什麼就有什麼 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讀香港這一部分呢 B君 B君 麻煩 麻煩 我先走了 多謝你 好 我們來了 講起這個抗疫 大家要怎樣齊心發 有一件事 真的要和大家去看一看 今天的媒體講 原來有38% 售訪的社工原來是未打針 超過五成人 指機構要求未扶接種規定的員工要自行離職 但是社會社工工會不但沒有積極響應 要呼籲社工打針 還可以串到說什麼呢 要求社署暫緩 打針員工不可執勤 又或者提供社工服務的措施 你真是威風 說明4月1日不打針 這樣就可以扔了 現在38%人沒有打針 要求暫緩 A官沒有什麼 還要低臨到什麼呢 我要用快速測試代替打針 真的 A官看完之後真的有氣搓 好了 大家都有很多疑問 社工要見人 你四成人未打針 你瘋了嗎 還可以跟我口臉皮到說 我們用快速測試代替 怎樣代替 一個是防禦性的 一個是告訴你有沒有什麼 你有沒有什麼 兩件事可以代替嗎 還有大家都知道快速測試是好 有它的效率 但是也有些ERROR 有ERROR的人讓你到處走都可以嗎 還有 你們畢竟都是社工 經常跟我說公民社會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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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去建設社會等等等等 喂 現在正常的人 都會負公民責任 去跟我打針的 你38%告訴我還沒打針 然後還要穿刀 我用快速測試代替 沒事啊大哥 來 Proper 你看 你爆咪了 是 行啊 行啊 我給我阿Sir爆咪了 不好意思啊 是啊 我剛才差點 resume 錄了 但你這件事其實我們一定要演責 因為我們剛剛在節目背後 那裡面 你們這邊有一個說過 你們不單是老人家會受影響 學校會受影響 因為學校會排除社工 這樣很嚴重 整個調查是社工總工會在3月4日至14日期間 以問卷的方式訪問了280名社會機構的受聽員工 當中不少年資是4年以上的 其實是做了一段時間 即是黑暴那段時間 大家很明顯的 裏面同時有52.5%受講者 指其機構要求未符合接種規定者 需自願離職 即是裏面二至有45.4%沒有相關要求 即是可以國內部調職安排至非資助的崗位工作 即是我繼續保留著這班人 有77.9%不知道自行離職 將不獲代通資金等農工權益 這班人其實有詞無恐 社工總工會說 如果有一批前線員工 因疫苗安排而離職 人手流失或難以補充 所以就向農工及福利局反映 過往定期檢測做法有效 加上政府已經承認快速測試的結果 這些其實是想補充班人的飯碗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不贊成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班社工 其實是破壞者之一 包括我個人阻止 當年我為何被人起底 就是因為我曾經幫過我一個學生 現在不妨跟大家說 我的學生很有時 誰幫你忙 那是誰 就不小心把我的名字給了社工 所以才會在起底群組裡 便會起底 這班社工還是什麼社工 我覺得他們根本不配到社工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你這件事其實影響到什麼 不單止影響到老人家 接著現在學校說要開 你的社工是否要先進入學校 這是很大的問題 還有有一件事 你們這班做一些快速檢測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呢 如果是的話 你每天做核心檢測更加好呢 還有打疫苗是一個協會的責任來的 你要避免將病毒傳染給一些沒有辦法打疫苗的人 這方面其實各個社工都是必須的 我們如果作為一個健康的成員 沒有什麼長期病 又不是有一些我們的隱藏 那你就應該去打疫苗 打疫苗無論你選哪一種都好 這個是我們的公民責任 你不應該這樣推堂 還有我現在越來越擔心了 就是有很多網友跟我說 喂 4月19號你真的要開河 對我們這班家長真的很擔心 我也曾經拍過一條片 反映了各位的意見 也跟何君堯議員說過的了 整體來說 我們發覺到 特區政府有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呢 跟大家說 是沒有的 你現在這樣的做法 加上社工原來有這麼大的漏洞在那裡 有很多長者因為染疫 會不會是因為社工去探訪長者 所以才造成現在老人院那裡大爆擊呢 是不是 社工是難辭其咎呢 這一方面 我就跟A君討論一下 A君你怎麼看 那些社工周圍蒲 其實就真的責無旁態 一定要打針 也都不可以 因為你個人的想法 哎呀我覺得核酸測試好些 你覺得嗎 我就覺得打針好些了 你又不跟我 你憑什麼要拿證據呢 醫生說好些嗎 醫生不是這麼說的 全世界都叫人打針的 你憑什麼 要我給你一個這樣的例外 你不喜歡就可以了 不喜歡就可以不守社會規矩了 這些人不應該做社工 就憑你這種態度 就應該不讓你繼續參與社會工作 清楚了沒有 還有一件事 A君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們特首 其實是主修 是社工的 對呀 不知道他是什麼感受 這樣 我想 勞福局那邊 又是 160的智商 兼且是 你的 最得意的一個 合作者之一 再加上 林太 你本身都是 全世界的 專業的出身 即是你讀過科 的意思 這樣 或者你用回你的影響力 畢竟 好像剛才阿sir所說 這一班 都是做四年而已 畢業的時候 他們都還沒出生 你應該用回你大師者的影響力 告訴他們 這樣才是 負一個公民責任 才可以做一個好社工的 你可以的 如果你不可以 如果你不可以 你就不要做了 他不做的了 你叫他怎麼說 他都不會說 他覺得自己永遠都對 不是 同意加一 同意加一 就是因為你永遠都對 你要相信他們 大家讀過科 你大師姐 不是不給面子 你啊 如果這樣都不給誰 我真是賊子 辭職 是不是阿sir 辭職是不會的 說真的 去過 真是拜拜 你這樣離職就算了 去休而已 其實 我自己覺得 今次搞到香港這樣 真是好像屈小姐說 這個 是未完的 真是很明顯的 如果大家有看屈未然小姐的文章 你就知道得很清楚 還有現在看到整個社會的亂象 你到今時今刻 你竟然告訴我 你還有38%的社會工作者 社工啊 那去面對 現在打心這麼厲害的事情 他是當政府沒有做的 其實就搞了他 很簡單的 是不是 你不要玩這麼多事情 其實就已經搞定了 那你 整體來說 對於政府的那個政策 我就覺得 林太 其實是 沒有什麼能力去解決問題的 他只是適應的 包括前一陣子 我們也聽到 他講些什麼說話 他說 如果下一任的特區政府 想找我出來 給我一下意見的話 我也是給大家的 好像完全和你沒有什麼 任這樣的看法 我不知道A軍怎麼看 你覺得他這件事 真的會去慰民請命嗎 真的會做到嗎 我又想回到剛才那裡 這些是社署資助 或者是津貼的社會服務單位 如果他們是擺明 不去 fulfill 香港現在的政策 其實是不應該再給任何支援 甚至乎鼓吹那幫人 是應該馬上剪掉 不跟他續約的 如果 林太 你不能夠做得到這種 果斷的做法 現在那幫人是拿著社會 拿著香港的職業座 拿著香港的津貼 如果這樣 你都不做事的話 你 是不配做特首 我同意 但是現在他已經走了 但是現在他已經走了 跟著來說 4月3號 我們又提名期了 你容許一個這樣的漏洞 你容許一個這樣的漏洞 林鄭月娥 如果你4月1號 搞不定這件事 請你下台 No excuse 這個政府是你管的 你旗下的人搞這樣的事情出來 而你不能夠對他們手起刀落 代表你想罰不分 你是一個不稱職的leader 即是你要走 清楚了沒有 我也很清楚的 我們一直都知道 不是今天才會見過 很厲害 我真的覺得他打得很對 不過這些 我一直都看到他是這樣的 是不是 對不對 OK OK 他都是這樣的 其實沒有怎麼變過 他整體來說 基本上 就是我講 就是不夠公正 是不是 你現在講什麼 其實就沒用了 敵志遠就講了一件事 我不知道A君贊不贊成 那件事A君講一下 你講吧 我正在回氣 不好意思 OK 好了 其實我們看到敵志遠 就要發動一個 遺憾的建議 這個遺憾的建議是什麼 容許我跟大家講一講 他會在下個星期一 的福利事務委員會上 提出一個動議 這是遺憾動議 不是顯示 遺憾政府未能就院舍爆發疫情期間 提供適切的援助 他就說 今年2月 院舍疫情大爆發 尤其是安老院舍特別嚴重 截至本月24日 即3月24日 超過780間的安老院舍 出現了確診的個案 涉及大約34,000名的院友 以及大約8,700名的員工 當中微細的院友超過3,500人 這個死亡數字真是非常驚人 我不知道這班社工 有沒有在裏面播毒 你要譴責 你要遺憾 對政府發表遺憾 麻煩你對你的社工 去發表遺憾 這個動議 我覺得是必須 你自己作為社會福利界的議員 你是不是應該去監管 或者是建議這班社工去打針呢 去打疫苗呢 你這些是保護那班老人家的 以及你是不是要做得更加嚴謹的工作 而不要令到這些漏洞去發生呢 你除了發表這個遺憾的動議 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我覺得 所有的議員 應該對回迪志遠 發出一個遺憾的動議 就遺憾為何迪志遠 不好好地去監察一下 這一班社工 他們為何不打疫苗呢 他們現在給了這班老人家 這麼大的傷害 死了超過一成人 三萬四千名 死了三千五百人 這個數字是什麽的數字呢 不止遺憾 我覺得是要譴責 以及要它負上 僅次於我們某些特區官員的終極責任 這些這樣的人 適合做社福界的人嗎 你作為一個社福機構 或者社福界的一些 怎樣說 成員 其實在這個疫情 這麼嚴重的時候 你有沒有做到 你應份要做的事 你是不是應該要保護老人家 你有沒有真實去執行 你的任務呢 你的使命呢 我覺得你們完全是沒有 那就要譴責 好 交換給你 對了 除了講老人家那方面之外 A君 也要提一提 4月19日 其實就是 學生 尤其是小學和幼稚園 要回學的時候 與此同時 哎呀 教練好做了一個探討 你會發現原來 超過70%的教師 都因為現在 復課是有問題的 亦都沒有信心 可以在4月19日 可以復課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些學生 應該打不切針 的了 所以就怕著 復課有機會 甚至乎 變成 學校 變成一個播毒場 這樣 還有 也有 36%的教師 都表示 如果學生 第二針的接進率 達到九成 這樣才可以全日受課 八成半的教師 就認為要視乎鄉島的情況 才可以進行復課 所以 其實反而看回 就是教師那邊 或者教聯會那邊 都幫學生去想起來 為什麼呢 A君都經常聽網友這樣說 第五波 就傷害老人家 第六波 就傷害年輕人 尤其是剛才 阿sir 跟阿都說開了 喂 那麼多社工 社工很多時候都回學校 怎料38%還沒打針 我怎料你社工會不會播毒 在學校 到時候 你怎樣賠回學生 阿sir 你怎樣看 其實我已經說過 你現在這個 我們覺得很危險 我今天和學生上課的時候 我都跟他說 其實應該由中學開始 對不對 你由中學開始 不要由小學和由短開始 如果真的非不得已 這麼急要開學的話 但是現在第五波的疫情 到今天為止 都是有幾千組 七千多組 你去看到 現在目前的香港情況 疫情過去了沒有 還沒有過去的 雖然19號距離現在 還有一段時間 但是 你這麼快傳播 你不如告訴我們 你什麼時候做 強制檢測後果 全民性的 是不是 你這麼快說 這個又要開 那個又要開 開什麼 很多人都說 第六波離硬的 你第六波 是不是想由小朋友 開始傳播出去 你是不是真的 達到一個 傳聞的 講評 這個是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對於我們 每一個香港人來說 尤其是香港家長 說真的 每一個子女 都是金波羅來的 你等於 將小朋友 送上戰場 他面對病毒 他面對病毒 他有什麼 可以保護自己 他的疫苗 打得足不足夠 這個又不知道 如果萬一染了疫苗 有什麼後遺症呢 是不是 我身邊已經有朋友 曾經是服了藥 就是重新再感染 重新再感染 過去的情況 又重新再來 你很難擔保 你現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怎樣保障 這一班小朋友 去面對這個疫情 有足夠的抵抗力 或者你有什麼措施 你有沒有健康嗎 可以令到老師也好 小朋友也好 去到學校的任何地方 確定你是沒事的 你為什麼要去做檢查 萬一又大爆發 你又重新 我真的不想說 你看到醫院裡面 死傷感激的情況 你真的眼淚都流出來了 還有心呢 是抽著抽著痛 那你說 究竟你可以怎樣去面對這個問題 你又於心何忍呢 曾經作為社工的林鄭月娥女士 你有沒有真真正正 去感受到每位家長的擔憂呢 雖然你現在的子女 你現在兩個兒子 沒有女兒 都暫時還沒有聽說 他們有小朋友 但是當你作為一個家庭的成員 如果你有自己的孫子的話 你就知道現在的環境是多惡劣 這個是我自己小小的看法 是的 還有補充一下 A軍都很深信 其實種完椒之後再種 反而機會是不低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種椒期間 很多時候都有些地方傷了 傷了那個地方 翌日受感染 A軍相信是更加容易 好了 針對著越來越多人來一夜 哎呀 特區政府終於做回一些事情了 就是請到那些中醫下來 這次請過來小組單位裏面的頭 應該姓全 那個字真的不是太懂得讀 好像讀著全 全小林 就是中國科學院院士 也是中醫疫病防治專家委員會的組長 也是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就下來 帶著前後會有三批中醫下來 去輔助 去幫助香港的病人 去治癒和舒緩疫情等等 這件絕對是好事來的 今天就已經下來了 看見了西醫們 嘻嘻地歡迎他們 好像心裏不知如何 A軍一看到 都OK的 不過A軍突然心裏想起第二件事 阿sir 我先說一說 那個好像公祝同仁 是同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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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真的吃得自小 你有沒有印象 不是不是 就是珍妮的時候 我們合府統頂 這個就是同字 同字 同字 A又認識多個字 不是不是 你不畏意而已 OK 真的不認識 不好意思 不要緊 你可能少看那個何年輝頓 你年紀很輕 是吧 繼續 繼續 是 是你三十多歲而已 多謝 多謝 真的多謝 大家可以問一下A軍突的時候 關你什麼事 就是阿水智的嘉義很多 其實我們看到 就是中醫的疫病防治專家 委員會組長 陶小林 就帶了六天專家來 但是香港有很多中醫藥的專家 是啊 我們真是當他們沒有做 是吧 這個我們之前已經清楚了 其實我們大家都清楚了 老老實實說 其實呢 中醫師呢 來到香港 我們當然很歡迎 但是香港的中醫界 其實你把它放在什麼位置呢 這個 會不會又是做一場 做呢 我們都知道 香港的中醫藥呢 其實都非常的天進的 是吧 我們整體來說 是不是應該邀請香港的中醫藥界 完全同意 要做一個交流才行的 對不對 雖然你說 和香港政府 和本港中醫 和西醫的專家 討論出符合香港 被承載中醫方案 而且在疫情嚴峻之下 更好發揮中醫藥的效用 又指底港的中醫專家 曾經在內地不同的地方 參與抗疫工作 中醫藥在天中 安門球的疫情之中 亦都發揮很好的促效 但是 其實一直都是老白 你明白的 還有一件事 你又做什麼又去接車 不是的 你又很難 你好像很忙 但是你做什麼 又不是香港市民所需要的 但是你自己又不是抗疫專家 你帶領什麼人去做什麼 你去自發車開到記者會 每一集的記者會 我真的聽到非常之厭 你都見到這個無環論 大家輪著來 我發表完一次 又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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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都是這樣 我看到你的照片 真的對不起 我腸衛不舒服 看一些中醫 老師 腸衛不舒服 看中醫 我自己去中醫院 我去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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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明白 為什麼要請這麼多中醫 原來就是因為 很多人看見林鄭 已經不是很開胃 所以要找中醫下來幫我幫忙 不過下來幫忙之餘 其實都應該 A君認為 找回香港中醫師一起去談 畢竟A君不是很想分中西醫 因為大家都醫人 但是內地中醫那一套 畢竟他們學那一套 比較輕一點 起碼大家讀專業的用詞 以至治療的手法 大家都如出一切 甚至乎 亦都可以幫助到香島的中醫 能夠在這麽大的事件裏 能夠再出多一分力 這對大家都好 因為整件事件裏 香島有差不多2萬名的中醫 現在都被全體納入臨床治療等等 可以說這是一個很嚴重浪費的資源 如果加上給他們 變成中西合璧 對病人也好 治癒也好 甚至乎對日後業界的發展更加好 這件事 政府真的要快些做了 不過不知道會不會又是有些利益團體阻礙 所以到現在 你們要求看中醫嗎? 好 那不就叫內地那些來 香島那些 你沒有叫 還有 我們一早說了 內地有求必應 我求內地 我不用想自己有多少資源 對呀 做場戲 對嗎 因為覺得你有工作 我們工作也是一樣的 上班 對嗎 我做一下事 告訴你 我要應酬你的 你看看 老婆有說到的 過來聊聊天 聊聊天 然後又說沒有 然後帶你去看一些無謂的事 然後告訴你 我們做不到 在冬天的時候 你又討論一下 討論完 我們回來研究一下 先研究完 疫情已經結束了 第六波 第六波再轉 這就是實際情況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抱歉 如果有說錯地方 有請大家見諒 你說錯了 你還漏了一件事 我們會叫市民 陸續地開放社交距離 還有叫外地 雖然比丁拔 但是比他們更容易進來 我們會進一步增加傳播鏈 對 哎呀 第六波 有你們 就是這樣 不過我龍正幫忙 推動第六波 對 但是 雖然這個中醫的需求很恩切 所以我會應市民所急 叫了六個中醫下來 香濤的中醫 我問都沒有問過他們 雖然有差不多二萬個 對 沒錯 雖然有二萬個 對嗎 二萬個去哪裡 你說他們不可以提議 其實之前有全國說 對嗎 如果遇到這些問題 就極限給匯醫 OK 唉 所以 這又是一個反應 就是 根本 資源 在鄉島 但是 總是不用 然後 內地就說 喂 你要多少我給多少 好啊 我問你拿六個 救命啊 你也拿六個 葉問都打十個 我都說做場戲 那就讓他做一下戲 是吧 我們可以占銳一點 做場戲 大家同意就加一 無章大雅 就證明我做事 你也知道 打工仔 我相信他沒有 自信任權說 我們打好這份工作 根本 當這份 求國其其 我可以和你玩 時間 我可以和你玩程序 我可以和你講 我玩研究 怎樣都可以 總之 我就有做事 大家支持 不過不要緊 我始終都是Gergen 所以一任特首 這任特首 香港捱不到新特首 這樣捱下去 怎麼捱到新特首 第六波來的時候 弟弟都來賣東西 你這麼慢吞吞發 沒錯 所以我們這次 一定要強力去做 一個條例強制檢查 這個必須的 以及極力要求 楊潤雄 我們的林鄭月娥 不要這麼快 開放學校去面授過程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不急再時 我寧願 攤後一點 不要大家 群聚在一起 這個才是重點 還有 A君要加個機遇 就是 林鄭 如果身為讀 社工這一科 出身的 你這次搞不定社工的 還要繼續問我們 鄉島拿資源的話 要不你解僱他 要不你自己解僱自己 隨便選一種 好 這個是A君要堅填 我端重 大家可以試試一下 我覺得他不會這麼重 我只是覺得 禮二年了 已經 你留一個這樣的 loophole 這個是帶給香港一個很壞的訊息 我們人多勢眾就不用抗疫的 不行的 人多勢眾我照刀 這樣才是做事 你做不到的就是 你助長的人不去抗疫 你都要刀 作為一個統領 這些是刀硬 嗯 我們早幾集 我們講過 這個世界 打仗的時候 旁邊有個監軍 監軍 一般來說 就不會跟將領 研究了 怎樣 擺什麼陣 等等等等 那些東西 通常那些東西 就不會 那麼直接 但是有一件事 就看得實 看得實什麼 如果將軍 是有任何 異心的話 那些陽奉陰違 甚至乎 通番賣國 對上就說 要跟太清廷對下的 實質正在做一些 與病毒共存 監軍 立刻斬他的頭 這個當然 很快的 監軍就來出來 一定會出來做事 放心 我自己對這一方面 我的信心是非常大的 最好快點 不要等到7月1日 絕對 大家都這麼說 我希望他退休前休假 退休前休假 這是最好的一個結果 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的情況就是 香港人忍耐了一陣 很快會見到曙光 我只可以跟大家說 很快 大家請放心 是的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夠了嗎 OK了 準備好了 好了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 星光拜拜 拜拜